《下流老人》是日本社會學者藤田孝典 在他的著作中提出的一個詞語 去剪的是最近在日本出現大量過著 中下階層生活的老人家 而且在未來只有增不會減 因此出現了這個名字 即使你是中產人士 到退休時 都有機會變成又窮又孤獨的 《下流老人》 為什麼呢? 所以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你對自己健康有沒有充分地把握呢? 人去到退化的時候 會不會有機會有病呢? 你有沒有建立好良好的社交的生活圈子呢? 這樣無論你現在是多少 未來也會有機會變成下流老人 如果你不想變成下流老人的其中一份子 現在就可以想辦法逆轉這個局勢 今天Superman教大家做三件事去準備 保障自己安陽天烈 如果你不想變成下流老人的隊伍 記得看整條片 改變你未來的生活素質 開始前立即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鈴鐺 第一時間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新片 根據統計處最新公佈 2022年年中 本港65歲以上的人口高達152萬 佔整個人口729萬人佔兩成 即是每五個香港人 就有一個是長者 統計處亦預測 長者的比例會持續上升 去到2037年會高達三成 即258萬人 即是每十個人就有三個長者 人口老化下社會的撫養責任會大大加重 估計到2037年 1.7萬名打工就要撫養一個長者 還有調查指出 一般家庭撫養父母的家用 可以收入的五分之一 而近年我們安老的政府支出 比例也有增增到兩成 但效果未如理想 安老的資源真多足少 長者能否安排晚年 也是一大大大大大問題 長壽是一件好好的事 但長壽沒有錢沒有盤 就不是一件好事 拒絕做下流老人 就要做好三大準備 第一 強快醫療的保障 年輕的時候做好醫療的保險 保費亦較便宜 到老的時候便會安枕無休 就算你現在去到退休的年齡 如果你身體亦很健在 盯得來更快做好全額賠神的醫保 將醫療的風險轉嫁給保險公司 即是我們 前一陣子Super Mom 亦公開了鼻咽牙末期治療費用 這位朋友很幸運 買了我們全額賠神的醫保 由我們去埋單 直至現在已經花了幾十萬 對於一般家庭而言 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如果有全額賠神的醫保 你便可以選擇 選擇最好的醫院、醫生、治療方案 不用等到政府去救 不用把自己辛苦賺來的錢 給醫生 亦不需要連累家人 第二 每月強迫自己存錢 三分之一的收入就要存起來 退休金是需要刻意地存 讓你有能力賺錢的自己 養一個未來不能賺錢的自己 平日減少三分之一的享受 累積三分之一的收入 做好一個好的習慣 比如說 我每年都會去一個遠程的旅行 花十萬元 可以變成兩年才一次 又或者我們可以去不省體驗 每個月我都會去外出吃飯兩次 減成一次可以嗎 又或者每日買咖啡Starbus 自己不如買咖啡豆來充一下省錢 我會建議將存到的錢 做一份儲蓄計劃 每個月我當存了三千元 一年就收到三萬六千元 十年 本金還可以滾傳一倍 記得 一比零是多的 內心從點滴開始 積沙成塔的故事絕對是真的 第三 應該善用長者生活津貼 以及積期的年金計劃 剛才提到 有錢不代表 你不會面臨當下流老人的風險 老年人反應和警覺性 也會慢慢地下降 相當容易被人騙了錢 不只被人騙了錢之外 不一定是詐騙詐騙騙騙你 又好像雷曼兄弟一樣 有個投資 又或者是自己人 一夜之間都會借你錢 那便會變成窮人 另外 親友借錢 孩子借錢 藉口多到一千總都有 借還是不借 親同職友可能會含怨 孩子就會含悲 一次一次擊中老人家脆弱的心靈 你拿去吧 拿去洗吧 錢是可以解決的事 就不是大問題了 但時間過後 借出去的錢 可否拿得回呢 當拿不回的時候 你才醒覺 過去有錢便可以解決 心目的小事 到了沒有錢的時候 這件事便很大件事了 去到人生的尾聲 不會像年輕人一樣 可以有賺錢的能力 在這個階段 其實應該要守護財富 以及做一些穩陣的投資 如果可以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就更加好 假設一個65歲的男性退休 在強積金戶口裡拿到100萬 可以做一個積棄的年金 下個月開始 就會自動製造一個4.6%的被動收入 可以改寫退休的生活 甚至可以聘請人照顧自己 而且計合一條數 還可以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這個年金是不會計算長者生活津貼裡的資產 黑花地被資產審查 詳情可以看社會福利署的指引 又或者可以WhatsApp我們 9106-0898 我們和你談一下計合一條數 而這個積棋年金計劃的資產的持有人 仍然是長者理自己的 積棋年金有四大好處 第一就是保證派、中心派、月月派、下個月就派的年金 以65歲的男性為例 每個月可以拿到3870元 一年就46,000左右 中心保證派發 保證的年金率是4.6% 年金是不計算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審查 只要你剩下的資產降低到40萬以下 而每個月的年金收入也降低到1萬以下 就可以合乎資格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每個月就拿到4195元的被動收入 加在一起 每個月就有8065元 製造一個細水長流的被動收入 可以應付日常的開支 第二 還有中期紅利給你 除了保證派、中心派、月月派的年金之外 還會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錢放在一個應急的戶口裏 亦都會為你資產增值對港通脹 可以在保證10年之後 每年鎖定全部或部分戶口價值 鎖定之後 這支金可以隨時拿出來 而且你不拿 還有息派給你 就算拿了也不會影響每月的保證年金 10年後 中期紅利戶口有大概40萬 20年後 中期紅利戶口大概有83萬 30年後 中期紅利戶口有173萬 萬一要應付突如其來的醫療需要 或者家人有喜事 需要一筆現金流 就可以在這個戶口裏拿出資金 就算中期紅利戶口清零 也不會影響每月的年金派發 仍然是保證細水長流的派發 如果用不完便可以留給後面的人 所以這份即期的年金可以對另一半 對你的家人是一個很好的承諾 第三 人壽 如果不幸80歲之前提早畢業 額外會多了 你已經繳了的總補費多20% 即是如果剛才投入100萬 人壽的賠償是120萬 再減你已經拿了的年金總額 其餘就是留給家人 可以按自己的意願 去給哪位就哪位 長壽我更加恭喜你 人壽就是保證你已經交了的總補費 或者是保證的年金 再加上你剛才提到的中期紅利戶口 扣除你已經拿了的年金 看看誰高一點就派誰 而且這個人壽的賠償 亦都可以在事前安排好給哪位 不一定是分給子女 可以是你的招呼者 又或者慈善機構 人壽的賠償亦都不需要經過遺產承辦 直接指明你怎樣分配給首一人 而首一人亦都可以隨時更改 亦都可以選擇你一致性派發 分期派發 或者混合式派發 好過寫一份平安寺 可以將你的心意留給心愛的人 第四 嚴重認知障礙症 十年有雙倍的年金 按現在來說 本港有七十歲的男長者 有一個患了老人癡癌症 女性更誇張 六個患了老人癡癌症 由於認知障礙症不能夠根治 所以亦都不能逆轉 無疑對照顧者帶來很大的壓力 這裏便可以幫到手 補單三年後八十歲之前 如果不幸 確診了嚴重認知障礙症 便會提供年金雙倍派發 原來是三千八百七十元 現在就變成雙倍 即是七千七百四十元 長達十年 額外會多了十萬元 還會受照顧者培訓課程給你的家人 跟進了以上三項的準備 基本上退休不會成為下流老人 顧及自己的退休生活和資產傳承 減少與家人的紛爭 又減少突然其來 兒子女、朋友 借錢打亂了整個退休生活 沒有人想當下流老人 但社會的趨勢沒有辦法改變 令退休的風險亦慢慢提升 只能藉著醫療補兼、儲蓄、即期年金計劃等 建立一個安陽天年的基礎 退休以後 你會不會是下流老人呢? 希望你不是 如果大家都不想成為下流老人 退休時仍然保持生活質素 可以在Info Box WhatsApp我們團隊 或者打電話來 9106-0898 我們同你度身訂製 適合你的退休計劃 跟我們預約見面 我們幫到你 最後帶回頭盔 以上內容緊供參考 並非銷售的建議 有關這個計劃的詳細內容 找我們來談談 記得CLSC條片 給其他朋友、老友的知多些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更加一個 鈴鈴 下集再跟大家分享 什麼叫做流沙中眠 下集見 拜拜